今天晚上的折舞 今天天天等,也才下雨 所以可以大概在路上 不要等他們 那一樣,我們來稍微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第一次來到 折舞的這個地方 有,還是我們每個禮拜 還是都會有第一次來折舞的人 你們好 裡面可以坐 比較晚還要坐第一嗎? 沒有 有位子就可以坐 那我們一樣還是,既然每個禮拜 都會有新的人來 所以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說 折舞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然後折舞到底在 做什麼 其實在台中的話,正學星期五 可能很多人都有提過 事實上在台中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年底 今天是12月到幾號了 那 他是在今年1月16號的時候 才在好辦這個地方 正學星期五在台中第一場 然後開始這樣運作 一年下來,我們都沒有停過出了過年的時候 一場 休息一次而已 然後我們每一個禮拜 我們都會在這個地方的禮拜晚上 然後就會有一群人 然後挑著每一個 每一個禮拜不一樣的話題 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由不同的講者來跟我們做討論 那所以說 我們是漸漸的養成一種習慣 讓許多會參與整舞的人 其實他也不會在意說 今天要談的是什麼 那他禮拜五晚上 他在這個時間 他就會來到好辦這個地方 就坐下來 那有時候很多人 真的不知道今天要聊什麼 突然看到說 原來今天是要談這個議題 有時候他會蠻驚喜的 因為他可能沒有預設說 今天要聽什麼 原來會遇到 有時候會在這個地方 遇到朋友 遇到同事 甚至說講者就是你 有些人會陽目已久的 不管是我們今天的導演 或者是之前的其他的講者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說 哇 他在網路上看過這個人 不管是看過他的作品 或者是聽過他這個人 然後對於他做的事情 很有興趣 很想要了解 然後他也會特地的 針對這個議題來聽 那這座新紀錄 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從台北的師大夜市的街頭 在2010年的時候 一群人就在路邊 拿著大聲共一起聊天 那聊到現在 其實在台灣有很多個地方 都有這座新紀錄 可是運作的其實通常 每一個禮拜都有的 大概就是台北跟台中 那事實上台南高雄 甚至在東華 或者是輔仁大學 台灣大學 甚至是紐約 波士頓 其實都有人舉辦過 這座新紀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十二的新紀錄 他是從法國的一個哲學家 他叫做馬賽爾 他就是當初他在旁邊家 那每個禮拜五的下午 就找一群人來聊天 就像我們這樣 然後他找他的朋友就是 大家也是隨便亂聊 所以當我們在一半折五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講了一個 非常有一個精神在這個地方 就希望大家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引經據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場域 是一個非常可以讓大家 非常平意盡人 而且很快可以接收到 不管是講者也好 或者是你從不同的專業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開始去發想 你對今天的議題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待會 待會如果說 經常來哲午的人就知道 我們會自我介紹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希望來哲午的每一個人 其實他的主體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主體性不見得是你的名字 而是你對於你今天這個議題 有什麼樣的想法 不管是今天這個議題還蠻特別的 是中興新村的 對 是中興新村 還蠻特別的 那有些人會對中興新村這一個 不管是他小時候在那邊住過 或者是他小時候玩樂的地方 那那個 因為大家也知道說 他最近 這幾年發展 成什麼樣子 然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也希望說 待會在自我介紹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談談 你對中興新村的想像是什麼 那為什麼你今天會來 那你對哲午有什麼好奇的地方 或者是你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今天的講者 我們自我介紹的時間其實不長 只有10秒鐘 可是你要在10秒鐘 都把那些話全部講完 沒有啦 你還是可以拖延一下時間 好好的把話講清楚 那 大家應該很好奇說 為什麼哲午他每個禮拜 都有辦法這樣順利的運作 事實上我們不是一個營利的單位 然後我們也沒有真正的一個團體 我們只是依靠著一群的志工 不管是像現在你看有人在後面 他們在記錄今天的災要 或者是有人在攝影 有人在拍照 那像我們剛剛大家開始入座之前 就有人進行藏步 因為我們依靠的是一群志工 然後每個禮拜去將工作分配好 然後大家來認理一下工作 就開始了 將每個禮拜的工作做好這樣子 那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都有自己的 有些是在上課 在上學的學生 所以而且哲午他沒有運作的經費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靠著說 大家每一個禮拜 如果說來聽的時候 你覺得還不錯 那如果你有些多餘的零錢 或者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幫我們投一下這個一柱箱 讓我們的運作可以更為順利這樣子 那因為下界的獎者 是從南投來嘛對不對 那有些我們曾經的獎者 他從台北來 從高雄來 可是因為 摺武器參加哲學新起舞的獎者 他們都是沒有領那個獎者的費用的 有人譬如說比較遠的 我們會希望我們可以補助他一些車馬費 那也是去達到我們剛剛講的 不要去已經去點那個精神 就是將這些場域所造成的一些資訊的隔閡 那我們讓他可以更方便的來流通 讓他更方便的可以讓更多人來知曉說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 像我們今天講的 周欣欣就會有那麼多人想要去繼續的去關心他 然後想要知道他未來該怎麼做 咦? 麥克風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自我介紹 那就是從這裡開始啦 就你啦 你很多說 大家好 我是 那我今天會來哲午的原因是因為我看到幾場中心新村 我就決定要來 因為 如果 就是我自己的外婆家就住在中心新村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媽媽也算有點認識 然後 包含小時候其實印象中的眷村其實蠻多老人在家 在拍天后在那邊去幫忙或幹嘛之類的 可是這幾年慢慢回去就看出摸在路上的人是越來越少的 那我相信人是老一輩的慢慢過時之後 那你就快要變得空城 那我們也知道以前那裡是省政府的精神之後 就更少人就摸在那裡 那像今年初過年的時候的 今年的燈會是在中心新村辦 然後我外婆是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們大家就回去帶來一起去看 然後我們就在感探說 不知道現在是中心新村的看到那麼多人 是什麼時候 可能根本不會有那個時候出現 那現在也有那個什麼科技園區 其實那一大片我也不知道是在幹嘛 所以我今天是來瞭解 看來那一大片在中正路 我記得沒說是中正路旁的一大片園區 不知道是在做什麼 好像是什麼類似 不知道是什麼科技公司啊 不知道什麼之類的 可是不管中心是不是 不管到現在怎麼樣 其實好像我們都不了解 所以我今天就來也過來看一下 對 謝謝 謝謝 我是中三一級的大學 一特系一年級的燈養教育 那你很像是覺得台灣有很多地方 就是像中心新村一樣 就是有利益跟價值的保留在做啊 想要就是多了解 謝謝 好我是一七 然後我來把工作 那我今天要的也是另外一個 我聽過我們一直很清楚 我一直沒有機會就是來 所以你都看直播 我都是聽光明老師講 光明老師是誰 我就是嘉義 對 對 她的光明老師也是我們的志工 可是她今天感冒沒有來 是感冒 中心新村是因為 大概一年前還兩年前 我的第一次老師 叫我去中心新村辦公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接觸到 那今天也蠻想知道 中心新村後來有什麼 新文化的展現 謝謝 大家好 那我現在就住在中心新村旁邊的英雷林 然後我今年有選英雷的領長 然後我的Slow本身是守護中心 然後幸福 然後我希望有更多人分享 謝謝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一定要問一下 我們想要聽聽說 你在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然後有沒有遇見或者是 讓你覺得跟你原本所想像 或者是你原本所看到的 中心新村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讓你深刻的地方 因為我其實 就是 因為六伯的關係 就是我覺得 很少人會像我真的 當然還有更導演 就是我真的是每一個中心村的角落 都會去到 然後我每天就會感覺到 因為跟小時候印象裡面 現在已經很熱鬧 然後很有氣味 然後很有人味的一個村子 然後現在變得就 整條街都是 入夜之後都是黑的 然後只有零星的 曝人家有燈火 所以我說 我一直想說 到底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讓這個村子 用在國際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南投福里格 然後 其實我被中心新村的印象 是我很小的時候 就是 會去那邊放風箏 但是 因為現在 中間有一大段時間 都沒有去中心新村 那 現在近期再去 其實我不知道這中間的改變 因為放風箏的人還是一樣 這麼多 可是就是有聽到 中科這件事情 所以就 是想要來瞭解 因為其實 我 後來 其實跟中心新村 接種了很多 對 然後大家都在講 講 就想看 大家好 我叫阿成 然後我也是住南投啊 我住幾幾 那 我之前 其實我離開南投 離開了將近十年 然後 就 以前 中心 對我的意思就是 每個 假日 爸爸媽媽帶我們去 中心青春 然後 就是晃晃然後看一下 花花草草 然後放個聲音 這樣 那 我是今年回來 回到南投 然後 就 有比較 對中心新村 就比較下去 了解這樣子 然後發現 怎麼跟我幾年前的印象 完全不一樣 就 那個 房子就一間一間的重 然後 然後房價也是吵得 就是 平底花真的很高 那就是想說 看 可不可以 有什麼方式可以來 去回味以前的中心 其實存在 大家好 我是智環 那 我算是 應該也算中心的 因為 我老家 其實是在那個 內陸 然後 以前的 就是家裡的土地 也是被遵收 去蓋中心青春 然後 我也是 在那邊長大 念中心國中 然後 每天在 在房檔下面打球 然後 去中心服務館念書 然後 例如到高中畢業 對 然後 我在 在 這幾年 一直 生活在 中心青春裡面 其實 也感受到 它正在 不停的 改變 然後 一些屋子 開始被拆 開始荒廢 人 開始變得 越來越少 所以 後來 我也開始慢慢的 去了解 這個意味 就是 中心青春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存在 當它後來 會變成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 今天 也想要 聽一下 這樣的 面子 來 了解一下 自己 生活的一種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立 我是台中的 然後 目前在 八點山 服務 然後 我就在中心青春 其實只有提供 你們 謝謝 那你今天為什麼會來 因為我想聽 就王子 所以我只會來學 好 是第一次來 我覺得 後日是 同學 大家好 我是金營 然後 我上一次有來聽 那個 沈毅民主 覺得 很有生活 所以這次就繼續來 大家好 我叫阿敏田 然後 我本來 聽 這次 這次的 C2 我認識 最樣子 哪一位最樣子 你先是哪一位 然後 然後 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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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原來他剛剛 臉成了 那我疑惑了一下 沒有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阿敏家 然後我也是佩華 聽完 然後 會出來就是這個 就是 想說 就是算是一個 任務 平常比較 沒有人在碰觸的一集 然後剛好朋友在關心 所以 一句的話 就可以進了 就是要 這樣 這樣 謝謝 我 我 那 那個 我主要 是因為我在 陸鋒面前面 然後 那時候 是 那邊有省政府 然後我自己覺得 好像是荒廢 但是我後來看出 發現 那一集 不然還 所以 我就覺得 陸鋒跟周欣欣欣 做什麼 陸鋒那個是 你還說的是那個 沈憶慧 對 沈憶慧 你不一樣 差很多 陸鋒跟沈憶慧 你怎麼行 沒關係 那也是 跟很多人一樣 就是 周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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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聽到二級場精神的時候就一直有在討論 然後 就是從草到大 看他們就是從 就是很多人情味的一個不倦城 到現在 就是有一些 那個 就是從 那裡來的進去 對啊 就是 系列上的 大家好 我是林立吉 中間生事者 那 請大家來 一場工作 那 剛剛主任說 一個人介紹十二三 那我想說 如果 你問我說 中間生事者用一句話來寫念 我會說 我會說 周欣欣欣欣欣 他是 唯有宿舍的套裝法 就是存在的導演給你們的觀念 然後 如果我自己形容的話 我說 我們中間生事者 這樣子的 一句謀題下 我所知道的康橋 那 關於中間生事者為什麼要文實法 中間生事者的歷史品位 他的文實價值 我 保留留給他 我心願的去講述 來跟大家介紹 謝謝大家 講到康橋 我就想到那個 大理的那個康橋 你們知道那個 漢西的那個康橋嗎 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你會覺得 這到底是在幹什麼 那個台中市政府 花了非常的多錢 然後整治了漢西 在那個 台中市要到大理 國光 國光路 那一座橋 那叫什麼橋 應該就叫漢西橋吧 漢西的那一條 他有個計畫叫做康橋計畫 他把它做成 對 反正他整治之後 那個地方叫做康橋 那 你可以 有空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甚至去了解一下說 所謂的 台中的康橋 那 也是笑話一場 那 沒有 我就突然想到說 台中也有康橋 那大家可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慣性一下 所謂的 台中的康橋 是不是在做什麼 這樣 那我們麥克風 我們現在在哪裡 哈囉 大家好 我叫陳慈軒 然後我是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學士 要怎麼說台語 喔 我才愛的 我是說台語 那我說客語 客語 喔 他跟他好 奶黑陳慈軒 好 好的 謝謝 好 謝謝 妳還沒說 為什麼今天會來了 我上次 我上次 我上次來就是聽中心新春 好 上次還有一次 也是啊 上次 上次 因為她的台詞有一點關係 因為她的台詞有一點關係 可是她一定會說到 好 下一位 好 拜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宗教大台語士 大家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這個 這個 這禮拜五 這禮拜五 我希望可以 頭過這個 這個 頭過 頭過 頭過這個 這個 我上次來 學到 一些 平常是 我不會 合到的 二大 因為我 是台東人 謝謝大家 給她一個掌聲好不好 今天他們的老師 就是因為有中教大 台灣 台灣語文學系 有一個老師 然後非常的推崇 哲學心機物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有 他的學生 然後每個禮拜不同的人 他每個禮拜一想到說他是台灣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我們就想要說 那你不要用來的職務 好 好 我來 給你們看一下什麼叫 駕鋼的代理 來嗎 大家好 我叫兩八歲 我是 那禮拜五 之後一天 兩八 我想我利用這個機會 說 算我們明天才有多年 那就好了 明天才 董儀廷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要在廟內選立委 明天才他就沒有祭崗 明天才會補兩間 在中國在聖伊甲 這裡有一個多年 他要 日本人應該來這裡 但是是這樣 因為 之前是很簡單 但是因為 我本身參與 大部分時間 參與很多 我這年外長 我出一 我明天不認識 但是我出一名 我還算幾十八拜 我知道 我明天才會 正在 那沒有能力 只會下 所以 班洛平 其實 光時代的準拍攝 我想說 他要討論 他要討論這篇 他是民生委員 他自己 他為了 這個選舉 我覺得 我覺得也是這個過程 不管會得到 不會得到 他要讓我們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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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聽問者而掌聲的什麼事情 有什麼男女爹要出來選 好 感謝 這也是一個可以讓大家 各個團體如果是每個人 想要有記哪些關心的議題 想要在這裡發揚光大 就是讓大家工商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剛剛嘉蕙大哥講的 明天下午2點在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9號 69號中區再生肌天2樓 就是這條路轉出去的7人樓上 車停他的 開選立委的一個志工的招募會 然後明天晚上7點 我覺得明天台招非常的精彩 明天晚上7點在這個路口突去的想想 那個想想咖啡 明群路87號 我記得話好厲害 78 不是87號 不是87號 好啦 明前錄了78號想想咖啡 明天晚上7點他有一個舞蹈家蕭子涵 蕭子涵 蛤 蕭子涵嗎 蕭子涵嗎 蕭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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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之前也有一個舞馬在大埔事件的時候 他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明天晚上7點半 哇好感場 明天晚上7點半在台灣大道金錢報旁邊的默契咖啡 有那個閃靈的閃靈的樂團的團長 就是那個Doris 他一個他的新書的發表會是不是 好 那明天台中聽起來蠻精彩的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時間的話就可以 看你想要去哪一場可以去聽聽看 或者是你想要三場都敢場 我們也不反對 那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訊息 好我們繼續自我介紹 對我們進來就要自我介紹 大家好 叫張宇喜 莫華包裝學 謝謝 欸等一下 你今天為什麼想要來 因為主張者是我學姊 第一次來嗎 來大概三四次了 三四次了 好 好 音樂主張者是學姊 欸學姊你好像怎麼感覺 你好像不太認識的 不是因為髮型變很多吧 好 變帥了嗎 沒有就是喜歡可是 完全是什麼Style 你還用的學姊 好 好 下一題 師姐好我到辰職上 然後現在還是高中生 謝謝 今天也是來看學姊的嗎 不知道有 因為之前有聽過學姊 稍微講過 中間聽說一個事情 所以有點興趣 OK好 好 脈絕風給我們後面 好 那我這樣 欸大家好我是楊宗李 我是哲午的志工 那 就是 其實今天要談的是有關中心心村 那 那其實因為我 我高中三 我念南投高中 我高中三年在南投 你學到 好 生活 然後 然後 所以中心心村 那邊也有蠻多回憶的 那 包含連我最後要離開南投 在大學聯考 大學聯考 欸 一九九九九五年的時候 我大學也要在中心高中考 然後 所以 其實 等於說整個在南投生活這三年 然後包含中心心村 唯一整個南投市的這個生活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 那邊 呃 給我一些很多的記憶在那邊 那 所以今天有機會再重溫一下 這個看中心心村的明天 還有他昨天 到底要怎麼一回事 大概這樣 放我放我 因為我想要借在後面的那個 因為我也是中 我也是那個南投高中的學生 然後我也是 我是南投人 我也是 我住在草棍 然後我也是讀南投高中 所以其實事實上 中心心村 對從小 就對我們來說 那就是一個遊樂場的地方 中小時候 因為他就是一個不用錢嘛 爸媽最喜歡帶小朋友去不用錢的地方了 然後一直去跑 跑到很累 晚上回家睡覺都不會吵 那 其實中心心村那 一直都是 不管 我們覺得是台中 不管不只是說草棚南投 甚至到台中彰化 很多人 對他的一個依賴感其實是很重的 而且會有很多 小時候的回憶 不只是在村子裡面 長期居住在那邊的人而已 因為我的大學指考也是在中心高中 怎麼那麼剛好 就是說 可是他前幾年開始發現 為什麼他要變成一個所謂的科技園區的時候 我們開始出現很多問號 這個地方適合嗎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規劃 其實就像我們上次在黎明心村的時候 也提到同樣的問題 當在做這些規劃的時候 原本的居民或者是原本在地的這些人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地方有感情的人 他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其實從來都沒有被詢問過 可是政府就是說 我們要這麼做了 可是他到底適不適合 好像到現在來說還是一個問號 即使他的建築物很多都已經蓋下去了 而且已經都快要蓋好了 有些好像都已經蓋好了 在那個就是那邊是哪裡 內陸那邊 好像很多建築物都已經動工 而且都已經快要完工了 可是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看見說 整個不管是政府或是中科局 他對於中間新村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知道很多居民 真的很多人對中間新村是有非常多的想像的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把那個想像可以變成是一種行動 或者是去要求說 他們應該要有對中心新村的其他的想像 還是說他們就 其實我之前聽陳導演講過 我就覺得現在中科局好像就是在擺爛 就等著說反正 等到這些房子都爛掉了都壞掉了 你們這些住不下去的大家也走了 那聲音逐漸變小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大刀過骨了 把這裡完全的毀掉 或者是怎麼樣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也希望說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可以讓更多的人 藉由哲武這個舞台 更多人來思考一下說 中心新到底是不是只能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他的將來可以 我們是不是能夠去做一樣 做哪些屬於 屬於原本對中心新村有 有希望 有一些想像的人 去往那個方向來前進 我們希望是 我是希望可以 也許可以這麼做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那那那那那那 自我介紹一下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上班族 然後我是 你的名字叫上班族 我叫佳榮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 對文化資產的 問題沒有興趣 然後 來哲武這邊 大概從七八月那時候 開始有來這邊聽一些講座 然後覺得很不錯 就是可以在這邊遇到一些 就是 嗯 孤單的知同道 就是 那個 可以認識一 知同道的朋友 謝謝 好 今天職務有很大一個層面 就是大家來這裡去吧 大家好我是哈娜 今天這邊 拿頭人密度好高 我就有點害怕 我自己是台中人 可是我小時候的記憶跟 戰場某些人一樣 就是 爸爸媽媽不知道帶我們去哪裡 所以 會帶我們去那個大草皮也放 就是 讓我們玩得很累之後 再把我們回收 這樣子 對 就是只要丟給我一個風箏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跑來跑去嘛 對 然後 後來就是 很久沒有再回去那個地方 因為 畢竟我們是住在台中市區 比較不方便 那 最近幾年 比較常聽到中心新村 是因為 台中市區裡面有很多 省政府時期的 省村陸陸續續都有遇到多更問題 然後那個 每一個場次呢 就是他們在談 如何保存省村 或是省村的價值是什麼的時候 中心新村都會是一個 被拿出來闡述的一個範例 典範 應該這樣講 對 可是我知道中心新村自己也有一些議題 比如說剛剛講的中科 可是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完全理解的僵局 所以我今天會想要來多聽一下 就是 呃 你們兩位的意見 謝謝 啊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呃 剛剛應該有傳到那個 簽到表 它不是簽到表 就是假設你有興趣 想要留意 以後折舞的 每個星期的議題的時候 你可以留下你的email 那我們會定時計發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留 或是你已經留過的話 可以跳過沒有關係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余晨 我是哲武志工 對 那等一下我再傳一次 因為剛剛有人比較晚 謝謝 大家好 看到凱瑄 欸 欸 欸 為什麼是啊 我 有手 我耶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好不好 我剛剛來而已 好 不然你先給前面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了 這邊 先給前面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是上班 為什麼想要來 為什麼想要來 你們兩個不要互魯 互魯麥克風好不好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嗎 知道哪裡是中心心村嗎 我其實不是很少 因為我是高雄 因為我是高雄 阿雄小時候我去華國 也還是是這樣 你高雄叫我去中心心村 好 好 中心心村這台還蠻感不起的 沒有沒有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就是你 還有嗎 我可以幫你錄 好啦 我們不要再同時 坐 好 那 差不多 我剛剛又想到一個 就是剛剛一直提到說 中心心村的 炒房 炒地底 放地產的問題 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前幾年 大概三年前 中心心村的一棟 看起來火豪華的 後天的 我們是一千出頭碗 現在 你把它賣掉 你回去到三年前 你可以買兩棟到三棟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今天的 也許 我們的主獎人 可以提供一些 回答給我們 好